在深圳街头有一位沈大哥发现了一个行为怪异 举止奇怪的男子 之后才知道呀 这名男子居然在偷拍女生的群体 这是沈大哥元旦当天 在深圳东门步行街用手机拍摄的整个抓狼过程 一名身穿绿色衣服 头戴帽子的男子 左手搭着一件厚实的羽绒服 右手则拎着一个购物袋 但与常人将购物袋放在身体一侧的习惯不同 这名男士一直将购物袋靠近身体前方 袋口对准前面女性的群体 时不时的还会四下张望 沈大哥随即和朋友叶先生一路尾随 十分钟后发现该男子掉头去了另一个方向 并在僻尽处打开了自己手上的购物袋 里面有一个数码相机 相机里有数十段偷拍的不雅视频 该男子被沈大哥等人一把揪住衣领 吓得一度惊慌失措 待镇定下来后 主动往他们手里塞钱 要求放一马 他的那个证件上显示他是香港人 当时将这名男子带到东门的流动警车附近 但不巧 警车里的警察可能出外巡逻 只能作罢 在格式化了相机内存之后 他们将这名男子放走了 这位沈大哥好样的 见义勇为 见义巧为 可这名偷拍群底的猥琐男 实在是让人鄙视 我就纳闷了 同样是人 同样是男人 做人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呢